好 生技業現在先起了掛牌熱潮 而且洪文哥 其實有不少公司 他們背後還有副爸爸在加持 是 是 我想生技業掛牌熱又來了 那你看我們如果來看 今年光三月份就有五家 這都是三月 五家公司 諾貝爾 旺准 國藝 幼泉 佩爾 二月二十七號已經有一家掛牌宣達 那伊穎時間還沒有訂 我想這幾家公司 其實還有很多高價 一百七 一百八 對 那剛剛講就是說 的確他們都有副爸爸 像諾貝爾 諾貝爾他的背後是加士達 加士達在去年就買了他28%的股權 那旺准其實也有很多電子業的老闆 在投資他 那這個我想剛剛講到就是說 生技其實有一陣子 因為電子太強了 所以生技大家好像沒有看到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我們賴總統這個上臺之後 我相信生技可能會有一些題材了 那我剛剛在講到就是說 這兩家公司諾貝爾 其實大家可能不是很知道 但是中南部的人都知道丁丁藥局 他就是丁丁藥局的母公司 丁丁藥局他現在全臺有九十二家分店 其實他每一個店都非常大 在我們南部我去看過 我那個店大到就是 好像那種3C賣場那麼大 另外就是說 他的獲利也是在藥局裡面獲利最好的 他2022年他EPS12塊 比大數跟信義都要高 賺一個股本以上 對 去年2023年是他前三季 大概是賺一塊 所以這家公司大家可以注意 這個是因為現在調局的通路 其實大家在這個